为什么会想起 要上保私中恩 父母恩养育这恩 我们知道 我们要保护 老师的恩有教诲这恩 我们不能忘记 要保护 过主的恩 那是保护 让我们有安定环境 安定的社会 成就我们的道义 要保护 还有众生 众生真有恩啊 时时刻刻在磨炼我们 这个一般人 至于缘情在主 他不知道恩得了 缘情在主来磨炼 看看你还会不会记性 会不会动力 会不会分别之主 没有这些人的磨炼 你怎么知道 你心清净 心平等 你怎么知道 所以 所以 顺境磨炼我 顺境磨炼我 看我 岂不岂贪念 会不会动这个念头 逆境磨炼我 沃远 磨炼我 看我会不会起 嗔恨心 会不会有怨恨 统统是磨炼 没有一样不是磨炼 舞台表演 演忠诚孝子的演得好 我们要奖励他了 演反面的演得好 也要奖励他了 都在教化众生 都在考验我们自己 舞台表演是教育 这个问题在那里 遇到接受教育的人 成功了 不接受教育的人 你就背影了 或者是 你把他们都教坏了 为什么 他不能返求助己 他接受你的引诱 你把他带坏了 这要负因果责任了 遇到真修行人 真明白人 你不管是正面的反面 对他都有利 他都会感恩态度 遇到不会的人 迷惑的人 糊涂人 没有觉悟的人 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佛菩萨在世界 要装成一个好人 为什么呢 怕人家跟你学习坏了 这才要求 唯一有责 唯一有责不是给自己的 给别人的 戒律 限制人 防范人 唯一费作我 用意在此地 凡夫出学 必须在这个地方咋梗 这个地方不咋梗 现在花花世界 他能不受诱惑吗 这不可能的 那受诱惑就全变坏了 全变坏了 最后的结果 是世界毁灭